赌场范是第一章,建立正向语气模型 拉斯维加斯要是发生地震,那也别去 直奔基诺博彩大厅,那的一切都坚不可摧 一名赌场主 成功的交易体系,通常都会满足一些先决要素 本章及接下来的两章将讨论这些要素 本章讲述如何建立正向语气模型 第二章介绍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 第三章探讨交易纪律 让我们赶快进入正题吧 技术分析有何必义 建立正向语气模型时 进行技术分析是大有必义的 或许它也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技术分析师认为 技术分析之所以有用 原因就在于价格具有记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1990年 原有价格上涨至40美元每桶的阻力位 到2003年 市场又在同一水平形成了阻力 这类现象常常令经济学家头痛不已 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 2003年仍以40美元每桶的价格抛售 原有显得毫无道理 因为2003年时 美元的购买力于1990年相比已严重缩水 但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 抛售的理由却相当充分 因为 40美元每桶的价格已经被市场记住了 与这一价格同时被记住的 还有当时交易者的各种心理过程 比如痛苦兴奋懊悔等等 让我们深入剖析一下这种现象 1990年 一群交易员在40美元每桶时 勾进了原油期货 他们如此决策的理由多种都要 比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全球原油及成品油需求旺盛等等 然而随后原油价格一入狂跌 这时 若这些交易员还能坦诚面对自己的话 他们便会发现此前的种种理由 已经烟消云散 他们的心中只有一句祷告神奈儿 且让价格恢复到40美元每桶吧 我发誓再也不交易原油了 于是当价格真的会升到40美元每桶 这些交易员的陪险噩梦宣告结束时 一股卖牙便在这一价格水平上形成了 之前 将原油期货卖给上述交易员的人们 也同样关注40美元每桶一些 由于曾在阻力区间的顶部做空 这群交易员无论何食品仓均能获利 在他们心中 这一水平意味着一段愉快的交易经历 因此当原油价格在2003年 重回到40美元每桶时 他们企图复制过去的成功经验 从而也在这一价格水平上构成卖压 然而大部分交易员当年纪没有做多 也没有做空 只是一直层旁观望 为自己错过了十年一遇的大买买 追凶顿做 不过市场的魅力在于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你大有可能再次碰上同样的价格 这一幕在2003年上演 这是第三群 也是为数最多的一群教员 为了怕再次因为错过教育而懊悔不已 也会在40美元每桶的阻力位上抛售 原油这 就是基础分析在建模中 之所以有用的原因 极绝大多数人都试图追寻快乐 逃避痛苦 同40美元每桶的原油价格一样 市场上每一个价格水平 多半有交易员的喜怒悲欢 2011年4月 本书写到这里时 原油价格已经达到了108元每桶 很显然市场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金融市场一向风云变换 价格的周期性运动和变化 才是金融市场中少数不变的规律之一 这点将在第四章中进一步展开 事实上 2004年原油市场经历了一场饭式转换 所谓饭式转换 是指人们对某一资产的估值认识 发生了中长期的转变 引发这次饭式转换的因素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 中国印度 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对碳清化合物空前巨大的需求 关于技术分析或者说价格具有记忆 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是 即使发生了饭式转换 也不意味着 我们可以将40美元每桶的价格水平 完全抛制脑后 2004年5月 原油价格突破40美元每桶关口 市场心理随之发生转变 因为人们认识到 买入原油才是正确的决定 而非抛售 因此当同年12月 市场再次面对40美元每桶一线的考验 使各方势力均选择在此时买入 曾经 在这一价位抛售原油期货的那些人 得到了贫富创痛的机会 先前买入原油期货的 则准备借此再创佳季 而那些痛失5月份买入机会的人们 也终于迎来了缓解后卫情绪的时机 于是 先前的阻力位变成了现在的支撑位 接下来让我们快进到2008年9月15日 雷曼兄弟倒闭 近代市场冻结 原油同几乎所有其他大众商品一样 挣扎在熊市漩涡之中 事实上原油价格已从147.27美元每桶 跌至95.7亿美元每桶 这一天我正在像平时一样 为投机和对冲交易员讲述交易课程 课上有人提问道 您觉得原油价格何时能够触定 我回答说40美元每桶 这一回答 令所有在座的年轻能源汽货交易员 都惊讶不已 事实证明 我的预测还是稍显乐观了 原油价格最终跌至32.48美元每桶 尽管如此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市场已经充分证明了 40美元每桶的价格水平 从被味道来也仍将被原油市场记住